哈喽大家好,我是老挝店长 现在在老挝 这里是老挝的首都万象 最近有一些网友给店长留言 说能不能拍一下老挝这边最繁华的街道 我想了想去,在老挝这边感觉 我们也想象的那种两边高楼林地 然后人来人往的那种繁华的街区 在老挝这边好像真的很难找到 但是店长今天带大家过来看一下 老挝这边应该说是全老挝最大的购物的一个中心 也是他们的一个集市 来过老挝这边的朋友应该都有听说过 就是大拉绍早市 因为他这边可以说是老挝这边商业的一个发源地 在十几年前很多到老挝这边来做生意的人 他们刚刚开始起步都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里也是很多中国百万千万土豪发家致富的起点 好了,现在大家就跟着店长的镜头 一起去看一看老挝现在最大的一个超级市场 这里呢是这个商场的北大门 我们看到这个外面啊 眨眼一看感觉像是一个贫民窟 实际上这个里面是非常大的 现在我们要穿过的这个区域呢 大部分都是卖这种小家电的电玩包啊 风扇呀 还有这种小音箱 因为老挝他们特别爱喝酒爱唱歌 所以音箱在老挝这边也是非常畅销的一个小家电 而且这边也是现在目前老挝这边可以说是二手手机最大的市场 里面非常多 包括一些我们国内现在看不到的老人机这边都有卖 你看他们现在说的是老挝话呀 但是我们现在所经过的这一片这一片这个电器 包括手机这些的他们的老板应该都是我们中国人 看一下这种小音箱应该现在在我们国内应该只有农村有一些节是会卖吧 在老挝这边现在这些还是比较创销的 因为它的价格非常便宜 这边的是洗衣机 家电品牌在老挝这边还是以太古和日本为主 我们国内的家电到老挝这边来 应该只有海尔一个品牌在老挝这边还是有一定的市场占有量的 其他的基本上是没有看到 不过这个里面这个大辣扫这个市场里面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小家电基本上都是从我们国内来 但是它的品牌都是一些杂牌 这个市场里面虽然看起来是很不错的 但是它里面的面积也是非常大的 这个是它原来的老市场新的这个购物中心 待会我从前面带大家进去逛一下 这个里面初步估计一下应该至少有上千家店铺吧 大大小小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区域呢是美妆的区域 都是卖一些这种法饰呀 或者是一些小的化妆品之类的 这个里面的化妆品非常非常的便宜 我记得以前我们家那个工人在这个里面买 像他们女生用的那个口红呀 在老挝这边都只要几千老币 大概人民币呢就一两块钱一只 因为今天是周六 这里面有一些店铺今天是不营业的 老挝人他们一般都会选择在周六或者是周日选择一天关门卸业 穿过这个小巷子呢我们从这里出去就可以到达这个新市场的大门 这个旁边关门的这家呢是一个文具店 很多朋友问店长那个中老双逸的那个学老语的这个书是在哪里买的 就是在这家买的 如果在老挝这边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自己到这边来买 我记得是一万老币吧就是大概八块钱 从这边过去呢就是新市场的正门 但这边卖的都是一些小的中草药 建议大家不要在这种地方买价格都非常贵 如果咱们在老挝这边来旅游这种小滩上的水果还是可以买的 一般都是在一万老币大概也就是人民币七块八块左右 大家看一下这个店应该不是很陌生 我们国内应该是叫名创优品吧 在老挝这边好像叫miniso 在老挝这边每一个商场里面基本上都有这样一家店 它里面的价格相对于老挝这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他们在老挝这边还是比较受欢迎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这个商场的大门 贴上了大红的春联 这个里面呢我估计应该少说也得有三分之一的商家 是我们中国人吧 这个新商场里面呢大部分都是卖一些首饰呀服装 然后手机电器还有化妆品是占比例最多的 在这个新大楼里面的价格呢 就比我们刚才经过的那个老市场里面的价格要贵一些 这个商场里面的这种老挝的民族服装 大部分都是卖给那些游客的价格都非常贵 老挝人的衣服待会他们专门有一个集市 就是马路那边有一个老挝市场全部都是卖老挝的民族服装的 因为老挝这边他们全年几乎都是夏天吧 所以他们的衣服呢一般的均价 像这个里面的均价我估计大多数都在人民币100块钱左右 这边又是一个卖金银首饰的 老挝人他们特别喜欢带那些金子银子什么之类的 现在目前的时候应该还是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 因为在老挝这边可以说那种正牌的化妆品在老挝这边是非常的少的 所以他这个里面可操作的空间非常大 一般的我们在这边开店的话 只要找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位置 基本上都是可以稳赚不赔的 这边就是他的出口了 因为我们现在的右手边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围档围起来 那边有个老市场现在正在改造 所以现在我拍的这个区域差不多只有原来那个市场的三分之二 这个市场的下面还有一个地下室的副一层 里面全是卖香包的 基本上都是我们中国老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现在他们这个市场里面卖的东西 有很多都是我们国家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流行的东西 所以我相信一些有商业洞察力的朋友应该能看到这个里面的一些门道 好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先给大家拍到这边 咱们下次再过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市场的一个老污人专区 就在这个马路的对面里面几乎全部都是老污人的店铺 感兴趣的朋友呢 请大家关注店长的频道 好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